欧盟方面明确表示,将拒绝美国关于的经济上孤立伊朗的要求,并采取法律手段,保护在伊朗的欧洲公司,免受美国制裁。 据法新社7月16日报道,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,高级代表莫盖利尼,在结束完与欧盟各成员国外常会务后宣布,欧盟将拒绝美国关于的经济上孤立伊朗的要求,并将通过法律途径,保护在伊朗的欧洲公司,免受美国制裁。 我不清楚我们的努力是否足够,但我们所能做的,就是竭力避免医和协议死亡,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更新封锁法案,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,使伊朗免于受制裁,从而在经济上获益。 莫格里尼如是说道,据了解,在封锁法案制定于1996年,实在是一切公司或个人,免于受到来自美国的制裁,预计将于2018年8月6日,即美国对伊朗正式采取第一轮制裁的同一天生效。 许多大型欧洲公司,比如法国道达尔石油集团,之前已经决定如果无法免除美国制裁,就决定退出伊朗。 目前伊朗每天对外出口的原油中,其中约20%是出口至欧洲的。